为什么人不能穿墙而过?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,答案也很直接,因为人是固体,墙壁也是固体,因此,除非你拥有神奇的能力,否则只会被撞得头云脸花,但是当你从微观层面上看时,事情就变得复杂了,我们和宇宙中的其他一切事物,实际上只是原子的一个集合,而原子几乎完全是空的。 原子,从学术上说,原子中99.9999都是空的,这意味着,如果你把一个原子放大的西瓜或足球那么大时,原子中的电子和原子核就相对太小了,无法用周年观察到,那如果是这样的话,为什么还不能穿墙而过呢? 本质上,它可以归结为一种叫做泡立不相容原理的现象,这就是说,两个废米子包含电子,质子和中子的一族亚原子地子,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处于相同状态或加重结构。 当我们想象一个原子的时候,可能会画出一个整齐的图表或模型,终结一个质子,有一个或多个电子,在轨道上绕着它旋转,就像行星绕太阳运行的方式一样。 但在现实中,电子运动的随意性要大得多,虽然没有直接个比性,但它们更像一群鱼,而不是一颗行星,原子壳。 当你看一个固定的风扇时,会有很多空档空间,然而,打开风扇后,情况就不一样了,叶片高速旋转,就好像它们同一时间无处不在,一个原子里的电子也是这样。 这意味着,如果你穿过一堵墙,两种电子异合墙道将不得不在同一空间中共存,尽管时间非常非常短,但是,根据奥利不相容原理,这是不可能的。 因此,尽管我们几乎完全是一个空道空间,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,但我们不能穿过墙壁或变合其他固体材料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